Hello,大家好,我是三斤,欢迎访问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和大家分享如何查看手机PC电脑的电池流量的一个健康度 那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需要手机的时候 用不了多久的时候电池那个流量感觉消耗挺快的 那我们有时候就以及那个电脑因为我们长期不合理的一个使用电池充电的状态 那我们的电池的流量就会疏解 那它这是一种异号品 那我今天和大家分享苹果手机、安卓手机 以及Windows PC电脑的笔记本电脑的一个电池的一个情况 那这边我先演示一下苹果手机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我的屏幕上有我的一个苹果手机的投影 那一个安占到最新的版本的话 苹果它自带有一个查看电池的一个健康度 那我们这里点击设置 然后我们往下拉这边有一个电池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电池健康 那可以看到我这个苹果手机的电池容量 它是81% 那这从看这个81%的时候 我们就如果我这个电池就基本上就是用一会就需要充电 用的时间不长 如果你是购买苹果的二手的手机的话 如果你的电池低于90%以下 我觉得这个电池你买了以后就需要更换 那这个是一个苹果 那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PC电脑的一个电池情况 那我这里用到的是二大64位的一个远件 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从它官方下载的一个适用版 那可以从这边的计算机电池管理 那电池管理这边有一个电源管理 有个电池 那可以从这个可以看得到你一个电池的损耗程度 因为你的损耗程度超过百分之三四十的话 就是你代表这个电池 它这边会显示你当前一个大概使用的多长时间 通过这一个列表可以很详细的可以看到你当前的一个 我简单的 因为我这个是一个虚拟机下面 所以它这边的损耗程度是百分之零 如果你是真实的手机 笔记本的话 它这边的电池永远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到 那刚刚是一个苹果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一个电池的一个产品 查看情况 那我再演示一下安卓手机 那安卓手机的演示方法 的查看的方法 我们它的系统自带是没有提供的 而且一些第三方远件也不能提供一个 它只能查看我们原始的电池的一个营养 它不能够提供我们的一个健康度 那我们找到的一个远件 这个远件叫 iCobetler 就是准确电池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远件 那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它是通过我们多次充电 你要损耗的以后 它在后台自动帮我们算出来 那一般在这个健康状态这里面 可以看到我当前这个手机的一个电池 它是电池占抗是48% 那基本上这个电池就是一个报废的电池 因为它基本上代不了多久 相当于我测试了以后 我用这个手机用了以后 大概在50%以后突然就没电了 但就代表这个48%下面基本上是不能使用的 但你可以看到它当前是99% 实际上它用到50% 实际上是准备的突然就没电 这应该是这个电池 应该是这个电池 应该是损耗程度比较高 可以看到它这个远件会 自动检测到当时原始的一个电池的容量 我这个是当时是3100 3000亿时一个毫安 那现在是有这个毫安 它是通过多次充电 要提供的 那通过这个远件 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一个如何合理的使用 我们的电池进行一个充电 那一般它这里面有提示 我们一般进行51% 它基本是零的损化周梯 一个你90% 90%会在充满的话 它会有一定损化 这是第一点 就是我们电池不要充满 通过大概80%就OK了 然后电池不能 第二点是电池不能完全用光 关机的以后 那对电池也有很大的一个损伤 第三个就是我们不建议大家 在充电的过程中 在同时在使用手机 那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远件 我看到他们这个是经过长期的数据得出的一个结论 那今天的视频的内容就是我简单的和大家的分享 第一个是查看苹果手机的一个电池的损化程度 第二个是查看PC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损化程度 第三个我们是查看安卓手机的一个电池的一个损化程度 最后我给出的三点建议 就是也是通过那个 也是通过这个远件 iQBetton的这款远件 它的一般是充电的三个结论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盈利或好的建议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反馈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